經過了九年多,所以很多院民他們的身體就是越來越老邁,越來越老化這樣子,所以他們就必須要更長的去看醫生,所以今天才沒有辦法來到這裡,對,那我們今天來到衛生署,當然也要告訴衛生署,現在在樂生院,樂生院的這個醫療的,醫療照護的問題也是非常的嚴重,樂生院現在在,在醫療看護的人數方面其實是非常的不足的,那,衛生署它作為, 樂生療養院的主管機關,那,作為國家應該,國家的代表應該要來補償這些樂生院裡面的汗生病的,的這些,的這些患者們,他們過去受到的,人權的侵害,他們過去被強制監禁在樂生院,那,他們現在老了,要在樂生院度過他們最後的老年生活,可是衛生署,作為最應該要負責任的機關,不但沒有負起這個醫療照護的責任, 而且,還放任樂生院繼續的滑動,放任樂生院走山,所以,我們要告訴衛生署,你必須要負起照顧樂生院民的這個責任,這個責任是不可以逃避的,那,請大家如果等一下有空的話,可以去找我們,跟我們的院民,講講話,幫他們加油打擊,這樣,謝謝大家。